另外是什麼手段 我們來看到日本跟英國現在說 他們要合作一個 最超級的空對空的飛彈 說這個空對空的飛彈 不僅跑得快 而且還可以精準的鎖定 還說它就是一定要放在F-35上面 天啊 又F-35 又是最先進的空對空飛彈 這個應該是人類科技史上的大進步 這個飛彈其實在歐洲來說 已經基本上來說 已經基本上已經是在服役中了 然後這個飛彈 又以日本的飛彈來 來作為一個綜合的一個綜合發展 因為日本它這個發展武器很特別 它基本上是希望能夠透過技術輸入 然後讓技術在本國生根 然後來扶植自己本身的國防工業 但是以日本來講 它生產很多東西成本很高 但是日本基本上我們知道 因為它的國家GDP很高 所以它的軍事運算 當然也相對來說 它GDP的1% 可能跟其他國家來相比 就可能把其他很多周邊國家的 軍事預算通通都打死了 現在我們看到 這個是AAM-4的空對空的飛彈 嚴格來說這個飛彈 它其實應該是AM-120的日本版 AM-120它是一個雷達 主動導引中程空對空的飛彈 也就是當它發射以後 它本身一開始發射出去 它的彈頭的雷達 它並不需要 就馬上跟著起作用 而是在發射時 飛機把敵機的資訊告訴它以後 然後它把AAM-4飛彈發射出去 然後當它經過一個飛進一個 就計算過的一個空域以後 這個時候就已經可能離敵機很近了 這個時候飛彈再把本身的雷達打開 變成一個主動巡標鎖定 並且攻擊敵機的一個飛彈 我們知道就是說 畢竟你要跟逆中戰機來對抗的話 距離縮短 是發現它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我們之前跟各位介紹過 你像蘇35來說 它能夠看到F-22的距離 可能大概是20幾公里 然後看到F-35的距離 可能是50公里 也就是你如果能夠把這個距離縮得越短 你看到逆中隱形戰機的機率就越高 因為逆中戰機本身並不是真正 完全在雷達上不可偵測 而是它的雷達反射結面機非常小 另外我們剛剛講到流星飛彈 其實也是AM120的 中程空對空飛彈 一個歐洲的一個進化版 怎麼說 它的動力方式 跟我們看到AM0非常不一樣 它是用一個衝壓發動機 你看到沒 這邊有兩個衝壓進擊 是歐洲版的 對 是歐洲版的 也就是它的導引的方式 跟AM120基本上來說是一樣的 但是它的動力系統 裝了一個完全不一樣的動力系統 也就是說我們知道雄三飛彈 之所以能飛得那麼快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來自於 它的發動機是一個衝壓發動機 而這個流星飛彈 它本身也不是用一般 傳統的火箭發動機來發動 一般傳統的火箭發動機的飛彈 像這個AM4 基本上來說它發射出去以後 可以大概達到兩倍的音速 再加上飛機發射時 應該有接近一倍的音速 所以大概整個飛彈 可以達到一個三倍的音速 但是這個飛彈就很厲害了 因為它是用了衝壓發動機的原因 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跟各位講過 雄三之所以快 最主要就是衝壓發動機 因為衝壓發動機的速度 比一般的火箭 或是噴射發動機的速度 都要快上非常的多 因此讓這個飛彈的速度 大概有接近4馬赫左右 4馬赫再加上飛機 原先就有了1馬赫的速度 讓這個飛彈本身 可以達到接近音速的5倍左右 這個飛彈都過在F35上面嗎 目前來說 其實沒有飛彈掛得上去的問題 只有有沒有出錢做整合的問題 也就是說我今天能夠 把飛彈做出來以後 它的發射介面 以現在西方的飛彈來說的話 基本上來講 像這個流星飛彈 它原本是英國MVDA 就是說歐洲的飛彈公司 所做出的飛彈 它的能夠使用的 我們剛剛講到 它會跟目前歐洲所有的戰機 他們在戰機上會有個 我們稱為叫匯流牌的東西 也就是它那個之間 一定是要相容的 F35本身它使用的匯流牌 也是跟歐洲使用的這些戰機 可以的意思 基本上來說是能夠整合的 也就是基本上你只要出錢 然後能夠整合到F35上 對於F35上來說的話 就沒有不能掛的這個問題 唯一的這個問題 就是流星飛彈本身 因為它是使用衝壓發動機 所以這個飛彈 跟其他傳統的 我們剛剛看到這種 AM-4的這種飛彈來說 它的體積會比較大 體積比較大的話 怎麼塞進去F35的話 那就是一個比較大的一個 要讓人頭痛的問題 所以你可以看到 為什麼日本跟英國要合作 做這個飛彈 因為做出這個飛彈來講 讓他這個飛彈能夠裝進F35來講 讓F35能夠配備這樣一個速度 這麼快的飛彈 當然他對他在執行 空戰任務上的勝率 讓敵機被鎖定以後 那種進入那種所謂的 不可逃脫的距離 就會增大 因此對F35來說 未來能夠配合 這個新的空對空飛彈 戰力當然會大幅提升